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Autodesk 2023 Solution Launch Hong Kong 我是Eason Kong 来自Autodesk开发技术推广及支持传队 在这个讲题里面 我将为各位快速的介绍Forge API的进击更新及动态 这是安全港声明 在今天的讲题里面 我会分享一些Autodesk的前瞻信息 所以请不要依次作为任何的商务决策 这是今天的讲题大纲 我将分享Forge Cloud Forge Viewer Data Visualization Design Automation 和Forge Data的更新动态 那在开始今天的讲题前 我会避免一些朋友对Forge平台不了解 让我快速的简介一下Forge Autodesk Forge是一个云端开发者平台 Forge是一组网路服务API 它是基于通用网路开发技术 云端开发标准的平台 并提供一系列云端API端点 和一些客户端的组件 让合作伙伴可以去打造创新的应用 在应用Forge技术时 合作伙伴可以使用HTL、JavaScript、Dane、NodeJS、Java、SQLDB等等 合作伙伴熟悉的技术进行整合开发 Forge主要提供组件让你进行搭配 并整合到你的应用程式里 在这几年的发展 我们看到整个应用生态有这些应用场景 例如数据可视化分析 数据软身ARVR 又或者是与ERP做整合等等 当然Autodesk本身也在利用Forge 我们主要打造这些组件 也是为了为我们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快速地了解Forge之后 接着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Forge Cloud Update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新的API 如果你是Autodesk Premium Subscription Plan的用户 你可以透过这API取得你的Subscription使用情况 例如你的Revit、AutoCAD等软件订阅的使用情况 以及近期发表的Flex Token的使用情况 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参考下面这个网址了解更多 接着我们来看到Forge Data Manager API的重大更新 我们将使用Direct to S3取代 就有透过Forge OSS服务上传下载档案的方式 对于Forge有点熟悉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Forge使用AWS3来存放档案 新的Direct to S3的方法将提供对Forge的S3容器 直接存取的权限 所以透过这方法将可以对档案下载任务的部分 平均提升200%的下载速度 至于档案上传任务的部分 这新方法将带来50%的上传速度提升 再来看到这里是Direct to S3的API参考文件 我们可以透过这两个API 取得用来上传下载档案到Forge服务的Sign URL 再来我们看到Forge Viewer 和Data Viewer的更新 首先目前Forge Viewer的最新版本是7.67 在新功能的部分 Forge Viewer现在提供一个 可以用来视觉化物联网资料的扩展工具 以往我们要做到类似的功能 需要投入不少精力和时间 现在通过此扩展 可以让整体工作变得相对的简单 这扩展里面包含热图 然后传感器标记等等 还有一个React-based的参考APP 在APP里面展示了如何使用这个扩感 以及如何与传感器的数据进行串联 在Forge Viewer 现在也对原生的加载GLTF和DWF 这两个格式有做支持 先前我们提供直接加载PDF的功能 现在我们又添加了这两个原生的档案的加载方式 接着SVF2在去年终于正式的发布了 SVF2主要是要解决大模型的加载效能 另外最近也新增了一个选项 可以用来传回SVF的数据 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在进行SVF2转档之后 因为某些原因需要SVF的数据 现在举个例 例如您自己的资料库里面的数据 与Forge Viewer物件的关联 是使用SVF DVID 但在默认转档为SVF2之后 转档服务会回传的DWID会是SVF2的 那这样导致你拿不到对应的数据 所以为了向后兼容 我们还提供了这个Fallback选项 再来我们看到Viewer即将提供的功能 首先是3JS的升级 目前Forge Viewer使用的是非常旧的R71版本 现在3JS已经发展到100多版 那这导致了一些3JS的新功能 或者是范例与Forge Viewer无法相容 对此我们开发部花了很多的精力 在这方面做更新 但还需要点时间进行测试和验证 所以请再稍等我们一下 后续如何新消息再与各位朋友们分享 再来是Power BI扩展的部分 Forge Viewer将对Power BI做支持 后面会再做详细的说明 但是我们会再新增对USD USD这个档案格式做支持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GLTF跟DWF那样 再来我们看到Model的API 转档服务是Forge Viewer能加载模型的前提 进体有哪些更新呢 现在我们可以透过Model的API的Manifest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Rabbit模型的软体版本资讯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透过转档服务 取得我们模型的层次结构和属性 然而在面对大模型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痛点 那我们开发部对此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开发部对此做很多的优化及改善 左边是已经做到的 模型转换和数据提取的效率有所提升 尤其在大模型的方面有所显著的提升 查询的速度也变得更快了 另外我们也在想是否有其他的方式来获取属性 所以之后我们将在属性的提取的部分 我们会支援分页以及支持属性过滤的功能 来提升我们属性查询的效率 那就是刚刚提到了Rabbit转档效率提升的部分 我们内部测试以往某个Rabbit大模型 需要11个小时进行转档 那在这次优化之后只需要10分钟 当然我们还会持续努力带来其他的改善 再来这是这一两个月里面 Data Visualization新推出的新功能Stringline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功能来实作流场 风场等等的流数据的表现 此外我们的那个Data Visualization Extension 现在也提供在二维视图里面增加我们的String Viewable 来表示我们的那个Sensor的位置 就像这个样子 接着我们开发部也针对Forge Viewer和Power BI进行整合 那这里提供了两个组件 一个是连接Forge的Power BI Custom Data Connector 另外一个是Forge Viewer的图卡 那透过这个整合 我们可以在Power BI里面查看Forge的模型 然后也可以对Power BI的那些图表进行 使用图表来跟我们Forge Viewer做一个互动 就像这个样子 接着我们看到Design Automation API的更新动态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 我们开发团队改善了整体服务的对列效能 现在你的Design Automation任务将有更好的效能表现 也会更快的被执行 此外也新增两个新功能 WebSocket和开发网络 我们可以透过WebSocket来监视任务的进度 并可以使用OpenNetwork来做HD请求 在任务执行期间 获取额外的数据 例如我们通过网络通信 从外部数据资料库里面取得额外的数据 然后放到我们的那个任务里面做一个处理 然后还有我们对AmCovid 还有那个WebSocket等等 有做Revit秘密方面的调整 那目前Revit Design Automation的使用 逐年在提升当中 所以在Revit Design Automation的部分也带来这些更新 自Revit 2022期 我们可以在Design Automation服务上面 透过Revit API产生PDF档案 这是客户期待已久的功能 那接着我们期许这两个功能会在未来能提供 一个是针对Revit Cloud Worksharing的模型 做读写的支持 另外是针对服务的scaling的方面做调整 随着Revit模型的档案 大小变得越来越大 设计变得越来复杂 自动化也越来越普遍 我们正在寻找提升和改进 Design Automation服务性能的方法 那最后我们看到 今年Autodesk Forge 新推出的重磅技术 Forge Data和Data Exchang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Forge Data 那为什么需要Forge Data呢 首先有设计协同经验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以档案为单位来进行协同作为是很痛苦的 因为没有标准的协作方式 而且可能必须透过许多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规则 逻辑或者是工作流程来进行协作 那也将花费大量的时间来传输转换 或者存储我们的设计文件 再来多个版本之间的维护可能也不太容易 还有可能会存在一些暴露专有数据的风险 因为你被迫分享整个设计文件 而不是档案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拥有标准化作业的模式 以便你可以专注你的专案 而不是这些分享资料的工具 且可以透过高效的数据的存储和操作 来加快你的工作流程 让整个作业变得轻亮 且还可以在正确的时间 处得正确的数据来提升生产力 此外还可以透过全线管理的方式 先说只有拥有正确全线的人员 可以存取对应的资料 进而保护你的设计资产 那这些都可以透过Forge Data来达成 我们的称之Cloud Information Model 那具体这些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我们先将设计文件拆分成为 有意义有价值的单元数据 然后将其存放托管于云端 那我们降低你协同作业的复杂性 通过我们标准化应用程式 与Forge Data的协作方式来达成 我们提高你的生产力 通过当人数据的操作与存取来达成 我们建立你的信任 我们透过确保你能存取取得正确的 正确版本的设计数据来达成 我们降低你的焦虑 透过适当的权限管理 现说只有拥有正确权限的人员 可以存取对应的资料来达成 我们愿景能在 就是希望能在行业里面提供这样的服务 所以基于这个理念 我们先行推出了Forge Data Exchange Beta 以Revit为例 我们可以让Revit试图 透过Data Exchange来分享单元数据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Forge Data Exchange 在Revit和Inventor 还有第三方工具之间 做局部数据交换 这影片展示了 如何透过Data Exchange 从Revit做局部数据交换 到Inventor里面 首先这边有许多Revit的试图 我们将此模型上传到 我们的Autodesk Construction Cloud 然后再到我们 Construction Cloud里面 对某一个试图建立Exchange 再将这个Exchange分享给 使用Inventor的团队成员 那透过Data Exchange 该成员只能在Inventor里面 看到分享的试图 并可以将这个试图 加载到它的Inventor里面 然后继续它们的工作 这是另外一个影片展示 如何透过第三方工具 PowerUltimate 然后使用Data Exchange 取得模型的属性资料 那前面的流程是跟前面 一开始的步骤 跟前面的影片是差不多的 在建立Exchange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第三方的工具 PowerUltimate里面 基于这个Exchange 建立自动化的流程 那当模型有更新并上传到 Autodesk Contraction Cloud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PowerUltimate里面 拿到更新的模型属性资料 并将其汇图成Excel档案 当然我们可以在 导入Power BI里面 也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 那这里是 Forge Data Exchange API的参考 目前还在Beta 我们可以透过这API 拿到模型的单元数据 以及相关的资料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与Forge相关的资料 请参访Forge.autodesk.com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简报内容 接着我听说香港也有许多Forge相关的应用 所以我将时间交给 eTag的David Fong 谢谢各位 好,大家好,我是eTag Solution的代表 我叫David Fong 很多谢AutoDesk今天的邀请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MIC Tracking Platform 那我们尝试用AutoDesk Forge这个平台去监化一些MIC的安装 或者发货的进度 我讲一讲,为什么会有这个项目的出现 因为大家都明白在今次的房地里面都用了很大力的MIC建造一些房地的设施 那因为数量都真的有很多 比如说,我看得也讲到5400个 足够的都超过一麦的MIC 那在工地的同事都反映了 究竟我有没有什么平台可以监察到出货、安装 不同的stage的更新呢?根据这么多的MIC 那我们就跟中国建筑那边就经过 咦,我们可能会用AutoDesk Forge这个平台 去监察着每一个MIC的进度 那透过FORCE的技术 然后在B-model反映出来 那我们以一个例子 那这个纯粹是我自己做demo一个example的 那我第一次有5个stage 那真实它们是会多一点的 那我没有用它们来做 那我过demo 我们有个out-of-factory的阶段 stage 那每个MIC可能都有自己一个QR code 或者是一个CV number 或者有些建筑公司 可能他们用RFID来做 那我们出厂有一个 首先我们有个number 有个CV number 那可能有机会是用这个海路 或者陆路去运输的 但其实海路是会更容易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只船等船 根据海事柱都可以有个GPS 他们已经安装到 但如果用陆路货车来说 他们就不必有GPS 那其实海路来说 是容易找回他们的GPS location 其实每一只船都有个MMS sign number 如果这个MMS sign number 透过MMS sign number 就会有一些公众的朋友 就知道那只船的位置 譬如游船 或者我们现在 维多利亚港 那些天星小轮 其实他们也有这个Number 可以看到MMS sign number 那根据它船的Number 然后知道哪只MIC 上了哪只船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究竟MIC现在去到哪里了 那到了之后 可能有个安装地址 这个BIM ID是什么 那其实BIM里面 每个MIC 我们就给了一个ID 例如6A 即是说可能一个6A的Stone 启德 二楼就1016 当MIC掉了下去 我们就给了一个BIM ID 即是可能一个安装地址 那你就换了MIC的FuV number 那最后那个阶段 可能有些研修 FM 或者是一些执楼 我们有一个ID 给他们可能有需要 可能是一个acceptance的ID 那基于一个数据库 来的Bitabase 那我们将一个BIM 每个MIC 都将不同的Number 保存着 就有一个记录 在这个Database上面 那便方便你自己去追踪 或者看回那个进度 或者就说 就是将来交给业主 我们也有一个ID 去保存一下 去保存一下 这间厂当时 是哪一个Sevil number 经过哪一条路去运输 或者中间 有没有什么执漏 或者是维修过呢 那我们就靠这个数据 这个BIM的Database 去保存一下 或者我说多一点点 那其实去到每一个MIC 里面去到地盘 那当然你有几个方法去做一个更新 第一 那你当然是人手 扫一扫 QR Code 或者用RFID 穿过笼字架 你可以更新 知道这个MIC 到达了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比较轻松一点 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刚才提过 因为用RFID 做运输 那如果将这一只等线 进入了这个地盘范围之外 那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知道 它这个MIC 已经进入了地盘了 那方便就是 其实我们在BACN的Database 里面呢 就会更新 这个MIC 已经进入了地盘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 最容易的做法 那 好 那我这张Slide 我们一会儿 都会做一做的Demo 就是说 咦 每个MIC 其实都有不同的颜色 可以代表我刚才那五个Stage 例如 好像这张Slide 里面来说 我们用RFID 来显示 那张MIC 已经到了地盘了 那 右边 左边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应用 譬如 这里有一条Profex Bar 那我这里呢 可以拉一条 Let this work 一条Timeline 和Simulation Bar 做一个MNation 就看回 究竟整个Space 里面的MIC 那个建筑的周期 究竟是怎样的 那 那蓝色 可能我们代表 已经是安装了下去了 那掉了下去了 那我也都同样 可以做一个Simulation 看回 那个 安装的进程 是怎样的 那我刚才说了 因为刚才用3D来看 当然我们做DEMO 当然是好看 那但是在前线的同事来说 3D可能未必是这么方便 我们想过 因为可能他看不到下面那层 因为他看到上面那层 好了 那如果在FORCE 有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我们已经用了3D模特 其实我们只要把那个4D export出来 譬如这个MIC 有四层楼高的 我将0,1,0,2,0,3 每一层楼 2D 4D 都export出来 那我就可以用FORCE 一次个看完3D 和2D的View 譬如好像这张Slide 我们在左手边 我们用组件 就看到一楼哪些是 到处货 哪些是到处货 哪些是安装货 哪些是安装货 那我们有日期 每一个MIC 的ID 根据每一个MIC 的ID 那还有一个完成的比例 究竟我们现在有多少百% 来安装了呢 那我们用不同的颜色 去代表每一个阶段的周期 和数据 那你现在看到一个3D模特 例如一个Zone 那你会看到 其实MIC 可能都是一格 一格一格 那样 有最主要的房子 走廊 还有电梯 那它大概有三个type 在这里 这里已经显示了 其实你用Forge 来说 它的效果 都蛮好 蛮滑的 那我刚才说 那我刚才说 那我可不可以 有一个 Emmulation的timeline 那我现在可以 看看 那我这里 由 一个3月16日 到现在 那我们可以 再重新 Emmulation timeline 做一个simulation 看看 原来那时候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安装 progress 是怎么样 那你可以这样 拉到score 去看看 这个是3D 不过我刚才所说的问题 因为始终是3D 究竟下面 就没看得清楚 那这个就有个3D 的 究竟我后面描述了 究竟这些安装了没有呢 黄色代表已经送货 蓝色就代表二安装 那如果用2D来看 会是怎么样呢 那我去开 我开 3楼 那现在3楼 就是一个2D 我们 选出来了 那你见 它都转了色 那这个是蓝色的地方 咦 可能交叉 我可能解释一下 左手边的table 是什么 1楼 2楼 3楼 4楼 和每一个商的ID 绿色 就是我们代表 已经安装了 对了 靠叉的代表 就是未送货 三个型的画 送了货 未安装 那我想说 譬如这件送了货 那我怎么做呢 那我首先 按了个按键 可以给它则 然后我按下箱的ID 告诉你完成了 就完成了 那一会儿再去回 reflash web page 那这里就会变成绿色 同样我再按多个箱 按下 安装 那这里就会 一会儿就会 reflash web page 就会变成绿色 黄色的三角 代表它已经送货 安装了 那我们去 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每一层楼 那个状态 究竟是怎样 或者用不同的颜色去代表 那当然 几多个stage 很高 就准备分每间建筑公司 或者一个业组的要求 究竟是你想分几多个阶段 用不同的状态 来显示 方便去看 这里 这个是二楼 一楼 有不同的颜色 那如果除了时间 或者一些统计的数据 我可以画每个blog 去看个百分比例 究竟现在的进度 去到的 那当然 因为现在我们是画展示 当然这些数据很漂亮 那你见到 可以分很多个blog 画每个blog 我们可以分层数 分不同的数据去看 那就 depends on 你们建筑工地的设计 那是怎样分辨 那这个demo 就是这样 或者有什么特别的 有其他问题 我可以透过我们的 PowerPoint 再联络我们 可以再联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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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你们的进度管理 多谢大家